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原来有恩》 今天又是我们三司徒在这里 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完美国之旅 今个星期我们就讲我们的马拉之旅 没错 即是马来西亚 为什么我们会去马来西亚呢 因为我有个徒弟他开纸杂谱 兼且他是前铺后馆 后面开我们的馆 希望可以发扬施工的威灵的道法 以及希望可以帮到很多人 那我们就过去帮他手 开张 其实就没有接任何的案件做的 但是很意外就是那天我们去到 是开张那天 那我就在这里拜完神之后 就突然间他们的家人就通知 就说师傅有两个老人家 就知道你来了金宝市 于是就想向我们求助的 就是关于他的儿子的事 嗯 没错师傅 其实师傅刚才也说了 我们初一开始没有想过 要做法事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 我们头大尾去五天 基本上我们头三天已经是 没有时间了 已经是 搞了一餐 剩下两天时间了 那两天时间就是 在之前那三天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会多了几件事 个个都知道师傅去到 就说求助 所以我们这次马来西亚的 这个旅程 其实是更辛苦 我们的命苦 整天都想游山满水 都不行 每次都是想不到 可以 我有一个办法 你以后去哪里都不要 跟人说就行了 师傅 就是不要公布 是的 不要被人知道我来了 那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都想真的放松一下 有时候真的发事 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 其实每天都发生很多次 如果你真的要处理 或者真的要做 真的做不及的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想着 一心一意 只是去帮我徒弟开馆 和开店 就没有想过接任何的案件 但是不久 就刚好就接到这一件事 那当时两个老人家来到 是老类中环的 那其实 他将故事讲出来的时候 阿榮不如你说 我看你那天有没有睡觉 就是他父母来到的时候 他怎么去演绎 你告诉我他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睡觉呢 肯定没有 为什么呢 一天坛 由空框框的地方 布置得这么庄严 那么美丽 需要很多努力 和时间和心机 睡觉 怎样完成这个任务 那是 我试试你而已 因为他父母来到的时候 就因为老女中环 还有他妈妈 就是一个很有趣 我不懂形容 其实他又不是不疼他儿子 但是他就好像是那些冲动派 是的 大大声那些 是的 他可能觉得儿子已经 令到他们很困扰 所以他们就不知怎样 但是爸爸始终可能是疼他 因为他是长子 始终都疼他 他有两个儿子 可能紧张 所以爸爸就比较感性 那当时他怎样说他的情况呢 阿榮 我当时有事在工作 我两个听到而已 就是你没有睡觉 但是你在工作而已 那阿坤呢 阿坤有没有睡觉 我是有睡觉的 但是我听得到的 其实他当时来到 其实我们下机第一天 我们在那边开馆和开店 那个师弟已经跟我们说 哎呀师傅 原来有人有个善信 知道你来呢 他很想找你帮忙 然后师傅就说 什么事 其实那个师弟 当时都粗略说过给我们 也都给我们看过一段片 那师傅也都说那句 不是说你的鬼上身就是鬼上身 对不对 那我们看了一段片 那看完那段片之下 我们每个人都不约而同 都认为其实他是被灵体骚扰的 嗯 没错 其实他是被灵体骚扰的 没错 你们是不是都很想看一下这一套片 究竟是不是真的被灵体骚扰呢 不如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套片 好了 那现在你们大家看到的画面 就是一个年轻人 他是吃吃吃饭 突然间自己的身体上抽搐 控制不了 甚至把头盖在桌上 而他的动作是很快 而且他好像一个弹弓人 很有弹力的 你会不会发觉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通常都做不到这个动作的 还有师傅 或者可以给大家再看看两张图片 是 其中一张图片就是我们拍摄 就是我们是巡视间屋 看看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我就问他家人 是 问他家人 他平时还有什么 他说他很喜欢拿头到处砍的 那我说他砍过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画面 哇 你看看这一张冰箱 是 这个是冰箱来的 是他的头砍到的冰箱 是 大家可以 我从不同角度拍一拍给大家看一下 那冰箱是真的 真的看到他的头 一下一下砍出来的 没错 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 就是他拍在家门口的车 是的 是车头 是的 他的车头 包括车头盖 还有大家上下车门上面 那个车身的位置 他根本上每一下都用个人头来砍出来的 是的 其实他真的每一次发作的时候 都是用个头去砍 砍不同的东西 是的 师傅 那我们做完我们私底 开馆 开张那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马不停蹄 第三天做完东西就立刻去了 立刻去看那个事主 没错 刚才你们看到的照片 你们觉得害不害怕 可以一个人 砍头 可以砍到那些冰箱 我自己当时看到这样的 我试试自己打到冰箱里 看看 那冰箱其实究竟硬不硬的 那冰箱是坏的 我发觉我打下去 我打下去 其实我只是大力一点去试 我发觉我的手都很痛了 我的手软很痛 但是那冰箱是没有事的 所以其实他每一天这样砍发 你想想他的头都挺伤 但是他表面没有任何的伤痕 他没有事的 他的头又没有肿 没有肿 又好像很正常 其实整件事 就是这个男生 其实是突然间发生的 他是吃吃吃吃饭 他是突然间这样 而且他是以前吃两碗饭 现在是吃七碗饭 还要吃很多餐 而且他每一次是吃饭的时候 才会发作 而且他妈妈 因为刚才我说 他妈妈不是很激动的人 他妈妈来到 就在这里说 有时候真的很生气 因为已经要出去做工 回来煮东西给他吃 见到儿子这么大 见到他很高大 其实他以前是做装修 是的 家里的瓷砖 什么都是他做的 他做得很漂亮 但是他突然间变成这样 那他妈妈因为很激气 觉得 为什么儿子会这样 你自己又会坎头埋牆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很生气 那他妈妈 甚至有时候会扭他 扭他耳朵 他当时形容出来 我就扭他耳朵 打他 他就发觉一件事 就是 无论他怎么打他 他都不会还手 我会发觉 如果我们细心去分析 一个如果精神有问题的人 当你有任何行动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会襲击他 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应 或者你不还手都会挡 会自然反应 是的 他一定会还击你 但是他完全没有还击 因为他完全知道 我觉得他是故意不还手 但是可能不是自己控制 没错 其实是 话说 现在我们觉得 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 他应该是 里面的灵界都不还手 那为什么里面的灵界 会不还手呢 是吧 没错 之后当然 是师傅 让你查得到 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没错 就是当 好了 我们衡量了 他真的被灵体骚扰 有了 那间屋真的有问题 那当然师傅 你就帮他查 是 当你一查的时候 就知道 你就去问他妈妈一件事 是的 而且他很有趣 他是不睡床的 还没有枕头 他的地上这么硬 这么冰冻 他都可以睡到 他的解释 我问他的解释 他就说因为很热 因为很热 所以要睡地下 我们师傅 你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加把风扇 是的 那他妈妈就说 我有风扇给他 他又不用 是的 他直接不用 因为他们没有冷气 是的 是的 而且他以前不吃烟 他现在说他吃四包半烟 他每天不外出 他只可以去路口买烟 但是他们认为 他可能是有机会 有些人认为他是瘋 但是我又觉得 我们跟他聊天 他是有问有答 是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复英館的谈判专家 通常找了阿榮 是阿榮才够耐性 对付一些精神病人 不是精神病人 就是我们平时 但是现在 有些人以为他是精神病人 那我们当然去搜索了他究竟是否 就是了解他 是的 那我们当时交了他的案子给你的 就是透过 你和他聊了些什么呢 我想知道 那他有什么不开心 最重要 那他怎么回答你 那我找不到工作 没有工作 没有女朋友 那你觉得他 最主要是他 那你觉得他说 这些原因 会不会是 已经是因为这样 黏了线呢 我觉得不会是这些原因 这些是自己 就是产生了这个问题之后 失了工作之后 之后的问题 是心事 是的 你完全不觉得他是瘋 我不觉得他是瘋 是吗 我觉得我瘋多过他瘋 那阿坤呢 你觉得呢 其实你见到当事人 你觉得他的感觉是怎样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第一天去到他的家 他的家的确是有阴气的 而他的神位 亦都是有一些不好的气场 当然我们进去会先了解 也都是说 那师傅 不知道你记得他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会不停地去小便 是 是不停地去小便 是很密的 那我自己就分析过 如果用一个科学的角度 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间失常 控制不了 小便又密 我又觉得 会不会有可能是吸毒 是的 吸毒 因为吸毒也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 那我就问回我们当地的师兄弟 马来西亚的师兄弟 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吸毒 那那些师兄一定不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第一他们住的区是比较窮的 没有钱的 第二就是他们的区分里面 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是 买不到的 就是人家卖都去那些有钱的地方 买了 为什么去那些窮的地方买 是的 所以就否决了这些东西 那我们综合了师傅 阿榮和我们的意见 还有他父母都说他没有的 因为说他只是吃烟而已 他每天都是出去路口那间店里买烟 每天买了多少包 他爸爸和那个店主知道 他要帮他付钱 买单 是的 他知道的 他每天真的买了四包半 他每天真的在吃那些烟而已 没有吃其他东西 最特别就是他吃饭 吃很多 是的 他更喜欢到周围都是东西 他是每次吃饭才发作 他给我的感觉 其实他是一个很纯 本身的人的性格 也不是很喜欢说话的人 但是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 有时他都很陰陰笑 但是他那种陰笑 就不让我们觉得心寒 他只是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想忍住 有些人说话想忍住笑 又忍不住那种陰陰笑 其实我觉得笑都没有什么 你觉得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当他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 他会哭 是 没错 譬如你问他 是否爸爸妈妈对你不好 跟着他不出声 但是眼睛濕了 是 譬如你问他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跟着他不出声 他又跟着他哭 哭 是的 我说其实你这样没有意思 我特意问他 你这样没有意思 你这样做 你这样伤害一个人 不好意思 我这样跟他说 试试他 他就是哭的 他给我们的感觉 其实他 接着他就会回答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 他又只是说 不知道怎么说 那我们已经觉得 他好像有些东西有口难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们那天去到他家 因为他家人根本带不到他来 所以我们直接去到他家 他看到我们 他也没有任何的逃避 没有的 他可以的 很合作的 一起聊天 一起吃烟 什么都一起做 是的 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一轮的 又问他 又问话 又看过 视察了环境 了解了整个案子 知道了他发生什么事之后 我们是绝对是百分百肯定 他是有灵界在身的 嗯 而且我们还很清楚会觉得 肯定他已经去到夺射的地步 嗯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就开始 就要去调查 究竟他发生什么事 那在我还没查他 究竟这些灵界是什么来的之前 我就叫了你落童 是的 是的 我就想你看一下究竟是怎么的 而当时我们是初步的推测 他是有一个灵体在身 嗯 但是经过你落童之后 你醒了一段疼 你告诉我 师傅不是一个 是两个 那我已经觉得 咦 原来有两个夺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人 如果在外面犯杀那些 是不会这样 有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痴上身的 就是最多一个半个 对不对 但是你很肯定 我没理由不相信我的祖师爷 不相信师公 因为你当时来了齐天大姓 是的 大姓爷一旦说 不是一个为两个 我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后来 那我才开始查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于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就是问他妈妈 究竟你有没有落孕 那妈妈一口就答我 有还是没有 她说有 但她没有跟你说几个 是的 其实她最初有点以我的 是的 即是很尴尬的 是的 没有人家 然后就说有 然后我就说 那八友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然后我说 现在我们的神灵 查到出来是两个 你是不是应该下两个 然后她才说 是的 是她对落的两个 我说 为什么你会下两个呢 然后又生她妹妹呢 然后她说 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 她说不敢再去搏 于是就没有要到 没有要到两次之后 然后没有多久 又有了她妹妹 她觉得没办法 都是要了 才生了她妹妹出来 所以很清晰的是两个 而我很肯定一件事 是已经我暗同演试到 这个事主身上的两个灵界 就是她这两个英灵 就是她妈妈的两个英灵 于是我们就好像 以这一个问题 在她身边跟她说话 那我们就会说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然后她就只是哭 说不懂得说 所以她就是被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问她 你有女朋友的 她就懂得回答 分开了 就是很清晰的 而且我对这个男生的印象 是很好的 我会觉得如果她在没事的时候 她应该是一个很孝顺的 一个好儿子 只不过是一个 可能我会看到她的小小性格上 本身其实她都是不喜欢说话 但是她妈妈 爸爸说 自从她有了事之后 她真的 常常都不说话 十问九不认 是的 一天都不说一句话 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直接自闭 是不是 是的 就算我们跟她聊天 我们都用了很多证事 才能问她 回答我们一样的 是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一直跟她聊 她开始接受我们 跟我们说呢 就是起码 我们最初问十句 才回答一句 接着开始问七句回答一句 接着问五句回答一句 是的 还有谈判专家 你跟她聊完之后 其实你觉得这个人本身 值不值得救的呢 就是她会不会是一些很坏的孩子 不会 本身她是一个很努力做工的男生 而且是一门技术的 是 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就影响到她之后的生计 是 没错 那好了 那我们终于做事了 怎样搞 最初我们其实呢 我们过去她家之前 其实我们叫过私底联络她们 就是可不可以叫她爸爸妈妈 带她来管做的 是 因为凡是有什么法事都好 我们都是主着别人来坛做的 就会好一点 由法器又有 还有在司工坛上做事会快一点 就算灵界都会不敢示弱 即是会够打 即是可以立刻要衍生 对了 没错了 但是就 但是就 无奈她爸爸妈妈说 控制不了她 她说不去 那没办法 是的 因为她很高大的 是的 很高大的 是的 有我们这么高的 我和阿荣那些这么大件 都成五尺十寸都有的 是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出现了 师傅 是 我除了请完童 跟着阿荣就给了一些符章 她喝了 她喝完之后 我们跟她谈多一段 我们问她 你不如这样吧 和我们一起回去管道 装着香给司工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她虽然不出声 但是她跟着我们走 是的 而且她真的很干净 是的 她本来穿着一件很骯髒的衣服 她说出街去去换衣服 我们就给她换了 她换了一件新的衣服 是的 新的衣服出来 很干净 很合作 很乖地坐上去 那你们两个大看 就夹着她上车 是的 因为怕冲突 不知道会否发生事 是的 好了 夹着她回来 我们去谈 接着我们就决定 要和她逼这两个英灵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少许 就是 因为她慢慢已经承认了 我们也知道了 为什么她当初会下这两个孩子 但是无奈 你业就是做了业 那我们就希望她能够 将这两个英灵 就交给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搞善 然后等观世音菩萨有机会的话 就让她们转世投胎 但是 我们就求了观音 就是她慢慢亲自求了观音 观音也都答应了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帮这两个英灵 拿出来 为什么我们要帮她呢 她自己走行不行 不行 因为她已经去到夺寻 其实一般如果普通的鬼上身 我们是可以很容易 就是三两下的小小的法门 我们已经可以驱走她 或者是将她打出来 但是夺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她已经是和这个事主 已经二合为一 因为这件事已经是超过三年 三年来她都是这样砍头 所以你看看 刚才那辆车砍得怎么样 好 接着我们就做什么啊 阿榮 我们需要做一个法事 就是将她身上的英灵 迫出来 带她回到地府 没错 那我们呢 就是带她回到地府 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救那个人 没错 要和那个人重新静身 为什么呢 她的护壁呢 就借了给他们 被他们霸佔了 整三年了 至于这个详细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讲过之后 回来继续吧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 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 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 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大家好 师傅的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唱会 将会在11月28号举行 那如果大家都想来支持师傅 和亦都想做善事的话 那大家快点捧场买票吧 想不想试试精美的点心呢 那你一定要来到 铜锣湾牵尼斯道525号 澳门日园中心3楼 虾兵蟹像 试试我们的精美点心 我们虾兵蟹像 除了精美的点心之外 晚饭小菜也非常美味的 例如我们的招牌菜 胡椒虾 古法蟹 还有我们的鸡包尺 真的相当美味的 大家一定要来试试 无限爱 尽成轻言 一朝消散似长梦 其实我在练歌 为什么要练歌呢 就是为了发清师傅 完全因你慈善演唱会做准备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11月28日星期六 来到九龙湾国际展谋中心 支持我们的慈善演唱会 究竟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头 债有主呢 我们 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 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 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你好 回到第二部分了 我们其实那天都挺精彩的 都挺辛苦的 我需要成八个徒弟 请了八仙 跟着我们就做了一些 我们的步法 一些七星步法 然后就带着这个事主 和那两个英灵 就逼他出来之后 就回了内地府 跟着我们才带回那个事主上来 然后我们就要和他清身 他身上的阴气要和他清走 跟着我们当时和他做的时候 我们也和他铺了红土兜 在做的过程里面 他是非常之合作的 是的 即是说 其实那对英灵已经是知错 他也不想有任何的反抗 所以我们跟这个事主说话的时候 他不是对着你都哭的 是 不断跟你说心事的 我都觉得你很厉害 他这样的心事都告诉你 或者跟我相近 他父母说几年来 问他究竟你做什么 你想怎样都不说 一句都不回答 是的 他父母说跟他聊天之中 他从来都不理睬父母 是的 我们可以这么生寶都可以 是 我们完全不认识他 反而我们做到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我觉得 师傅 我们辅导员那位年轻人之后 其实我们也有跟他父母谈过 我说 其实我要先搞清楚责任 我说首先一件事 他自己不想的 是的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呢 其实某程度上 是因为你们不要个小朋友 是的 而搞到个儿子这样 是的 所以你现在 你又打又骂又等等 其实是没用的 没意思的 反而令到我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恶劣 他妈妈听完都说 其实他都知道的 但是他忍不住 他早上做事又辛苦 回到来又不理睬 吃饭倒到周围都是 堪到家里的东西都烂了 很烂的 是的 像你所说的 师傅他父母就好一点 他父母就好一点 因为有很多事情 都是他父母跟他说 叫他做的 是 亦都我们跟他父母聊过 知道源头在哪里 他们都说 是的 那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是因为这样 嗯 最幸好就是我们 帮他做完 之后第二天 就是亚琪来的 是 亚琪 即是我们开馆 亚琪 他都有来到 莊香拜神了 嗯 是的 其实这个是 即是连个年轻人都有来的 没错 那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开心的结果 完美的结果 是的 因为他最初是亚琪他都不来的 是 不啊不啊不啊 死都不去 Jennyway这件案子 我们是处理了的 他是在慢慢的康复 其实他父母很感激的 很感动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都很开心 是的 我们能够救回这个人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 但是这次不是遇着我们 刚好有缘分 可以帮到他 其实我们也想不到 他的后果会变 其实是的 每天这样撑头 一直都是这样 是吗 遲早撑死了 是的 之后也跟他说过 就是玄学上的东西 我们已经帮了你了 但是始终他撑了三年头 是的 始终头里面也一定有问题吧 是的 叫他去看医生 因为我们都害怕他 里面撑到伤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神经线 有些瘀血 就是我们害怕他有这件事 但是暂时我们 到今天也好 我们所收回来的消息 就是这个男人 就是 已经好像都接病康复 是的 都没有再说有 撑头的现象 其实我们就觉得 事情应该是解决了 但是他仍然是很静 不出声 吃少了饭 但是仍然吃很多烟 我觉得可能一个人 真的很愚蠢的时候 是吧 就是没有任何的寄托的时候 可能就不停地吃烟 我觉得你们吃烟的人 平时很大解释 哪个 别吃烟 当然解释就是 要头脑清晰一点 吃烟精神一下 我觉得是什么会这样的吗 其实是你们的心理作用 我没有 从来没有这么解释过 至少家人先省些米饭 本来要吃 那七碗饭 现在那两个英灵已经走了 省了那两个 那两个 share那七碗 三个人share那七碗 即是一名单吃不到 一名单吃不到 至少省了五碗 还剩下两碗 另外 她的父母不打 打的原因就是 英灵会开心 你不要我打她 打她 因为现在英灵就走了 所以她又不还手 是 就任你打 所以我们师傅经常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判断一宗case 不是你说是 就是我们要综合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来再大家谈 来判断 原来她是被英灵騷擾的 没错 没错 Kunkun 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是包咬颈的 是吧 有些人是包咬颈的 这个case就是 刚好他们父母都会相信这件事 他就愿意把这个小孩交给我们 是 没错 但有时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是不相信鬼的 有些人其实他就未必是不相信鬼 他是想挑战这件事 是呀 想牙刺刺 想见下鬼的 话说今次我过去也有收徒弟 有一个未拜我师之前的徒弟 他是想见鬼 是呀 他就说我未见过鬼 而我的徒弟那里 另外在他的店铺附近有一栋楼 那栋楼里面曾经在三十年前 就有一个女人就是因为是自杀的 就是好像是做妓女的 那因为是可能不知道情困 还是什么 那就是吊颈死的 那很多人都见过 她是穿红衣吊颈的 那很多人都见过这只红衣 那些女鬼 那就令到他们的居民有些困扰 但是没有办法令到他们安息 是呀 因为师傅我听他们当地的居民说 是 因为我们的师兄弟知道了之后 周围问老人家 以前那里是什么 她租过很多间公司 有做过员工宿舍 有做过什么什么 她说不约而同 每一间公司的员工 都说是见过一个红衣衣的女鬼 没错 之余还要是 如果有员工在那里住 或者过夜 全部都是看到她站在床边 看着他们睡觉 是呀 看着她而已 她又不会搞她 她不搞你 她不搞你 我明白你害不害怕 我不害怕 因为我一向都住了一间鬼屋 这么厉害 那下次要讲一下 这么久没有听你说的 我想鬼屋你也去过 哪间鬼屋 要公布地址 方便 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什么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徒弟仔他说 其实我真的很想见鬼 既然这只女鬼那么猛 我真的很有兴趣见一下 而且也是当那座楼的事主 就想叫我去帮她 请走 搞定这只女鬼 我们于是说 好 你这么想见便带你去 不是 我们不是叫他带他去的 我说你这么想见 你自己一个上去看看便行 那天晚上 是的 接着他很大反应 他很大反应回答我 是的 他回答你 他说师傅我也是人来的 我都会害怕的 是的 是的 我是人来的 我说你又要看 你又要害怕 你想怎样 因为跟师傅一起去 我就不害怕了 他很强调 他不是 如果自己一个上去 他不是害怕鬼 他是怕黑 我说你怕黑又不害怕鬼 那为什么怕黑 黑又才有鬼 你常常觉得你为什么害怕 是的 他有矛盾 当然我们都是整股一下他 其实我们都不会给他一个上去 是的 但是呢 我们就决定了做这件案 但是我们呢 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又可以令他有机会见鬼 又可以幫到我們 引起鬼出來 我們就推了她去那個以前女鬼 睡的那間房間就在自殺的那個位置 叫她跟我們做一個招令 她又很有趣的 講那些話 我們說叫她來相會 速華相會 她又說到 吸吸來 想會 吸吸來 吸吸來 很好笑的 她很聰明 她經常裝不記得叫隔壁那個說 是的 她又不知道 我們會叫多了一個 就是我的徒弟的太太 因為她們沒有學法 她們可能對於凌駕 可能會沒有那麼害怕 不過我們上去之後 我們全部的燈都關掉 我們連電筒都關掉 我另外一個徒弟 剛剛走到樓梯口的時候 就很清晰 有一個影子很快地飆過 她突然間突然間 因為突然其來 所以令到她有一個反應 什麼事 就是這樣 很大的反應 怎麼會證實到她的感覺是自然的 她說害怕 你記得她說一句什麼 她說她髒話 沒錯 一個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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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字的 關於娘親的 對 她說 嘩 真的很生氣 她就很生氣 嘩你 怎麼搞的 在我面前這麼大膽 我說你認識路 或者人家真的路過 走了已經避你搭不及 是不是 我們整班人突然走上來 好吧 然後我們就站到最盡頭 她是一條長巷的 長巷 她們在那邊 最尾端那裡有兩間房 她們在其中一間房裡招雲 那就是和另外一個女 我的徒弟的太太 兩個一起在 因為他們沒有法 她那時候還沒學 還沒學 還在那裡招雲 當朝朝下的時候 除了我的徒弟看到黑影之外 我們都關上燈了 我們就去到另一邊 就是她們看不到我們的視線畫圍裡面 大概五十尺左右 是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聽到女人的哭聲 我們有很多人一起聽到的 那個女人的哭聲 然後我這個 未是徒弟的徒弟 就大聲叫 不要玩 不愛玩 你們不要在那裡裝聲 我們咦 為什麼呢 然後她就說 當然是某軍裝聲 在那裡喊出來 其實我們跟她的距離很遠 但是她說那個某軍 她是鐵鐵實實站在我旁邊 是完全沒有出過任何聲 而當時我們有六個人 我們站在另外那一堆 有六個人左右 我們都是很清晰聽到 是那個女人的哭聲 但是並不是我她說的那個隔離的人 因為隔離那個某軍 她就經常都很喜歡玩的 很喜歡整鼓人的 她就覺得是她整鼓她 不愛玩 不愛玩 即是馬來西亞話 不要再醒 某軍 我說不是啊 我大聲應她 沒有啊 某軍在我旁邊 沒有出過聲 她說聽到了一下 然後我們說 我們也聽到了 那就開始腳軟了 接著她開始真的害怕了 害怕到我們就教了她說一句話 她接著就忘了 她又不是忘了 我們之後推測回去 其實她又不是忘了 她的情況是怎樣 譬如我和你一樣 師傅 我是那個新美學的師弟 是的 拿著香 你是那個師弟的老婆 那個角色 我們拿著香 我說完一句 請你有什麼求助出聲 出來商會 她說完這句 她說應該要說什麼話 是的 旁邊那個人說一次 是的 然後她說這樣 應該說什麼話 還要 全程都變成我師弟的老婆說 是的 她不停地說完 說完又忘了 其實她是受經過渡 我們懷疑她是怕什麼 真的出來就找說那個 是的 那我們就說 我們真的要縮靜 我們全部要走出去外面 完全不要讓她們兩個 看到我們的範圍 我們完全是靜了 怎麼突然間 突然間有一下 很大聲的玻璃 扔玻璃的聲音 爆了玻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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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屋是全棟樓刺了 沒有人的 完全沒有人的 那一層是最高的層 沒錯 我們還問師兄弟 會不會有路上天台的 如果上天台 我們怕是導遊 或是查 我們說漏了一件事 其實那裡是有三間房 但是有一間房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鎖了 不是鎖了 他們說可能鎖頭掉了 還是什麼 是開不了的 鎖是爛了的 是的 開不了的 有鎖匙是開不了的 我們曾經用過少少暴力來開 都開不了的 開不了的 那我們於是就用那兩間 開到門的房 來做這個招魂 它是平排的 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就是第一間房開不了的 而這個爆玻璃聲 就是在這間房間傳出來的 是的 其實聽過當時人說 他都說 其實那個女鬼當時 其實那間房 在這個大概的位置 就是1、2、3號房裡面 中間的位置裡面 他是在那間房間的吊頸 所以這間房間有機會 是那個女鬼墳門那裡 這樣 我們真的很清晰聽到 我也呆了呆 因為是很大聲的爆玻璃 嗯 然後他就立刻 很害怕 這樣 他就叫出來 我們就過去 我們過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 他就說 很害怕 然後那個徒弟的太太 就已經說 我不愛玩了 師傅 我愛出去 這樣 我們說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既然可以來 我們一定要幫到他 或者他真的 他覺得你們怎麼突然 一群人上來 這樣 可能一時生氣 就說 走啊 不用你的光 這樣 可能發脾氣 於是 我就叫了你們 請鬼王 和牛頭馬面 來帶他走 沒錯 當鬼王 即是我有一個徒弟 請了鬼王 有一個女徒弟 請了鬼王上來之後 牛頭馬面 你也有份 你做牛頭 另外一個徒弟 就做馬面 接下來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仍然在裡面 還在問他們 有什麼冤情 你說 我們幫你 我們幫你 然後鬼王 突然說了一句 我沒有衣服穿 我不走 是的 他說 他的衣服 沒有衣服穿 要換衣服 為什麼他們說 紅衣 怎麼會沒有衣服穿呢 原來鬼王說 他的紅衣已經是爛了 爛到好 他說 他這樣 他有沒有衣衣爛樓 他自己說 你衣衣爛樓 他不敢 這樣 嚇到我那個 未來徒弟 是的 就直接震了 沒有衣服穿 其實他 因為他不知道 我們神功的事情 他不知道是鬼王 借口說出來 他以為女鬼 就在他旁邊說 我沒有衣服穿 他以為是那個師姐 被鬼上一身說出來 沒錯 就是以為那個女鬼 其實就是鬼王包口 說給他聽 他沒有衣服穿 是的 他以為是 他就開始震了 沒有衣服穿 直接這樣握著手 我開始 我都有點忍不住笑 但是當時是很嚴重的 然後我們就馬上拿了一些紙紮的紙衫 上來燒給他 當時一燒的時候 那個船摩真的快得很厲害 很厲害 馬上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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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那兩支蠟燭搶得特別快 然後牛頭馬面就開始好像捉東西 我看到好像拉了一個人的態度 那些動作 然後就帶走了這隻女鬼 然後鬼王也都醒了 那個女徒弟醒了 說已經帶走了 我們也都在那裏燒一些元寶蠟燭 就是給附近十方看熱鬧那些 也都清掉那裏的池牆 令到那裏可以康復的 第二天我們是發覺 那裏真的感覺不同了 是的 因為我們翌日都上去看多次 是的 我們基本上做任何法事都是 不是說做完就算 就算這一次是 我們叫做自發性也好 什麼都好 幫忙也好 我們翌日都上去看 因為我們上去那天 我們上去那天 上去那天 翌日上去有太陽有盛看 譬如它爛玻璃窗 或者到門的鎖 我們來看 其實又很古怪 到門的鎖其實是已經爛了 沒有了鎖頭 是的 但到門又不知道為什麼開不了 為什麼它可以踏得到呢 又不知道為什麼開不了 還有那個玻璃窗爛那個位 我們研究過 基本上有八成只可以在房間裏面打東西 或者扔東西出來才弄得爛的 其他位置也很難 除非你在地上扔上三樓 你沒理由扔爛玻璃窗 可以 種種的疑難 各樣我們衡量過 Excelia真的是那個女陰人在那裡 就是這樣 沒錯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做了一件好事 雖然它沒有刻意說 我們聽到當初它為什麼會自殺 但是它都願意走 有時候 有時候靈界留在一些所謂兇殺裏面 它未必是它想留下來的 有時候真的沒有人去超渡它 沒有人去帶它們走 所以導致它們才留下來 才搞到這樣 是呀 昨天你才吩咐我們 不要說哪個地方 我才吩咐我們 就是帶走一隻外籍的人 死在那裡 其實他想走 不過他走不了 是呀… 昨天你們做過那個案子 是嗎? 是呀… 有一隻印度的亡人 印度人的亡人 是呀… 香港的 可以說哪裡了 是呀… 近我家裡的 是呀… 因為我高尚住大區 不想讓人知道 都很幸運 我和阿榮上去做都很幸運 我們都… 因為那裡在裝修大煙大塵 那樣 我還在擔心 如果我請銅怎麼辦呢 地下又有盯子 我都看不到 都很幸運 我們化了一份寶給白宮爺爺 也都化了一份寶給陰人 我們勸導他走 他OK的 他願意走 我還很幸運 其實很多都是想走的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走 為什麼那些陰人說不知道怎麼走呢 其實是因為他死在那個地方 他就… 有些…尤其是枉死的那些 就未必走到 你如果正常那些 一定是有陰差帶你走 去報道 但是這些枉死的 就很多時候 他自己就停留在那裡 就會重複做那些事情 那他就走不了 那這些真的需要一些師傅 或者需要一些高僧 要有人超渡他 送他走才行 所以其實這次我們在馬來西亞這一次 雖然短短是頭尾隔五天 叫做五天四夜 我們都做了這兩個大個案 我覺得挺好的 挺開心的 我們都… 其實OK的 就是…最開心其實是什麼呢 師傅 就是… 其實那時候那個師弟開館 或者開衣紙譜的時候 我們都跟他談過 你說不收錢也不行 因為那間館要營運 但是無奈地 那個金寶 其實是在馬來西亞裡面 是比較偏僻一點的地方 沒錯 就是那些人會比較… 不是那麼有錢的 我們也都… 這次是去到… 我們每一宗都是收幾元 是的 收幾元跟別人做 就是這一種的感覺是… 我開心過你給很多錢 我幫助有錢人 就是我們… 是收回一個原機 就是我們要六任這樣六元 就是收回六元象徵息 但是我們是幫助別人 就是其實我們原本 是沒有想著去做這些個案 你也沒有想著去賺這些錢 六元我也沒有想著賺 是的 所以我們覺得幫助別人 我們都很開心的 那麼這兩個個案 是比較我們今次的… 深刻一點 深刻一點 難忘一點 還有是實在一點的 還有我們是清楚 我知道我們是… 真是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是吧 那好吧 那說一說一下時間 覺得很快 那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師傅這兩集裡面 分享我的外出的個案 未來的日子 師傅會更加和你們分享 多些靈異的個案 讓你們很開心地 坐在這裡聽師傅說的 好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為了 每個月 還幾下 多謝 認真 我覺得 我 bound